注定就是分开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江32岁来自清宁江 是一名公司支援 女嘉宾小倩22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原来坐顺风车的时候 有一天他坐我的车 在车上的时候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然后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之后又有过几次接触 慢慢地就建立恋人关系 那这欺骗说一开始 就是欺骗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他骗了我 因为刚开始我们两个 在一起的时候 他为了追我 给我买各种东西 送包 送表什么的 但是现在我俩一年多了 渐渐的情人节也没有礼物 圣诞节也没有礼物 就是连最基本的关心和问候 我都觉得少了 我就觉得那你既然不爱我 你就不要绑着我 你就让我 让我走吧 你都不爱我了 你现在都对我这样 女生是要分手 是吧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 我个人是有一些继续的 平时我的工作的收入 除了我自己的开支以外 还能给他承担一些 但是我俩接触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的开销越来越大 对于我来说已经透支了 而且他总是买一些 没有用的东西 什么鞋 包 衣服 那不是因为你觉得我漂亮 可能就穿了一次就不穿了 所以才给我买的吗 都是你主动给我买的 你觉得我漂亮 带出去有面子 所以你不断地给我买这些东西 我是喜欢你 我哪有一次我关你 我关你要 因为我要给他买这些东西 不关我的朋友借钱 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白天工作嘛 下了班以后去做代价 就是想多赚点钱 我要知道你那么辛苦 我真的我不会同意的 你都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 我知道你会说不会同意的 在你的字典里呢 就是同意跟买是两码事 我不会这么做的 我会心疼你 我是女生 我当然知道心疼我自己的男朋友 其实我也挺努力的 我每个月都会给他一些钱 多的时候呢七八千 少的时候两三千 有的时候呢 我要给他少了 他身边的闺蜜啊 或者朋友啊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讽刺 我们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啊 他们就会说一些讽刺的话 而且都是在我旁边说的 如果咱们俩在一起生活 你要是不说的情况下 他们是根本不会知道的 其实我对这个特别讨厌 那些都是我闺蜜 跟我好多年了 我就平时不经意间 喜欢帮我开心的事情 和不开心的事情 去分享一下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跟你说 如果他们跟你说了 我不会同意的 你那些闺蜜啊 基本上都是那种 爱交舌头的比较多 我感觉对咱俩 没有什么好话 我闺蜜是真正的 关心咱俩的感情 而你身边的人 我感觉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面子 挂不住了 我替我闺蜜道歉行吗 还有就是他单位啊 他们公司啊 就是大小的领导 出差的时候 因为他们公司经常出差 总会带着他 你们公司 只有你能出差 别人不能出差吗 实际我是做房地产销售的 我们领导之所以 每次出差都会带着我 是因为我工作很努力 我入职到现在 我把我的业绩 做到了全公司第一 而且我的领导觉得 我做事他放心 仅仅有条 办事有条 所以他才愿意带着我的 难道你不希望 我的工作很努力 不希望我的工作很顺利吗 我希望你的工作好 但是我没发现 哪个公司 我自己本身也是公司支援 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 公司领导都会给带一些礼物 而且有些价值 还是就是不是很便宜的 你不知道你不要乱说 好不好 你不知道你不要乱说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老板呢 我的公司 我希望他天天带着我 你不知道你不要乱说 那些不是我领导送给我的 是我客户送给我领导 之后我领导不稀罕 才给我们这些下属 他不是单单就送给我 而且我们领导人 口碑真的很棒 你不要瞎说 他每一个下属 他回来都会带一些小礼物 我没有就私自地去 那你每次出差的时候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或者发信息的时候 你总是不回呢 十回基本上也就能回一回吧 而且有的时候都很晚 你就那么忙吗 我跟你说过 我得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我平时我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我只要一回到宾馆 一回来 我马上给你回消息 而你呢 每次都睡着了 你真的是真的关心我吗 你不是关心我 你就是想控制我 你就是小心眼 你回话的那个时间 都是基本是在凌晨了 我也不是钢铁侠 我也要睡觉啊 那起码我回你了 你说我先是你 那起码我回你了 总比我第二天六点多六七点回你强吧 起码我心里还惦记着你 你知不知道 我不想像你上一个男友那样 你不要提我上一个男朋友 我前任 我现在 不就是因为一张照片引发的塌方吗 你不要乱说好不好 这时候跟我说 我跟我前任 我两个住了三年 之后他毕业了 说他想去大城市发展 我说行你去吧 之后他去了 一年多以后 他跟我说 他说他经过自己这样的努力 他赚了点钱 给我们买了一台车 我当时超级开心 之后他把照片发给我了 跟我说这车十几万 女生都有虚荣心嘛 那我就发了朋友圈 我说我男朋友给我买了十几万的车 我对车真的一点都不懂 他们就嘲笑我说 这车其实才几万块钱 我就当时觉得我面子有点挂不住 我就一气之下 跟我男朋友分了手 我非常非常的后悔 后来我再找他的就 没有再给我回应 我俩就这样分了手 我男朋友起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赚钱买到了这台车 你的 你跟大伙说你那车怎么来的 你跟我说那车那事啊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 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开着 是一辆好车的情况下 你会喜欢我吗 如果当时我骑着自行车 你会爱我吗 我不想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怕失去你 才不是这样的 您当时开的什么车呀 是宝马武器 我想说的就是这车这事 那天他跟我说 他要把这个车送去赛事件保养 我说你去吧 那天下大雨 晚上我在他家等他回来 完了之后我就看了那车 在楼下停着 里面坐了个女的 我说这女生是谁 他给我支支吾吾 半天不回答 我当时心我就凉了 我后来告诉你了 他就是我同学 就是我小学同学 我们关系特别好 你昨天还跟我说 那是你发小 你们青梅竹马十几年 我们从小我们两家就是邻居 可以说是发小 也可以说是同学 本身就很多年的关系了 那你为什么不领着我去见见 你就这么羞愉把我领出去吗 这不是 这是那天呢 正好是我们同学之间的聚会 后来正好啊 就是 那你为什么骗我说 你是送去赛事件保养 其实你们这俩事 我早就知道了 咱俩一年多了 第三个月的时候 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不经意间看见你俩发短信 那女生说 让你把车送去好好 电视保养一下 就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我也不想多说 我就知道那车不是你的 但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我希望你主动跟我说 车不是你的 这一切都是没有的 我不想欺骗你 我是想告诉你的 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我们时间没什么 难道就是你跟我分手 就是因为他吗 不 我跟你分手 因为你欺骗了我 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 你们两个活得都挺自我的 这一年多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们这么吵一定是不清楚的 下面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梳理一下 好吗 好的 两位的相识是因为 顺风车软件相识的 对吗 对 当他的顺风车 停到你的面前 你坐上车跟他聊天的时候 在你心里 你觉得这个车是他的 还是别人的 他说是他的 那这个车是你的吗 这个车不是我的 是我同学的 这就是女生说的 男生对他的欺骗 对吗 女生现在知道了男生 在车的问题上 是欺骗你的吗 我俩出了一年多了 我在第三个月 我就已经知道了 但我还选择跟他在一起 但是你也没挑破这件事情 没有 因为他好面子 好像似乎刚才说到了一个 什么坐在男生车里的 一个发小和青梅竹马 是吧 那个车就是那女的的 她是在国外留学 一年的时候 有时候回来一次到两次 我们有时候同学聚会 然后呢 她回来的时候 我就把车给人家开了 正好那天我们吃完饭 回来的时候 她就是送我 碰巧让她碰见了 那你为什么骗我 说去4S店修 你可以帮我领 大家一起见个面 吃口饭很好 你心虚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喜欢你 我也怕失去女 本身她有点小心眼 是 我家境挺一般的 但是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平时都努力 赚我自己的那份钱 我希望遇到那个人 是一个很纯朴 很真挚的人 我们两个一起去创造 我们两个的未来 而不是这段感情中 充满欺骗的 女生再一次的说 我不要充满欺骗的感情 老师们怎么看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男方在告诉女方 这车就是自己的时候 感觉在那一刻 其实也是起心动念 觉得这个美女很漂亮 可能有一天 她可能会作为自己的女朋友 也从那一刻开始 靠钱 进来的女朋友 那你也必须在后面 用钱和透支 来维持这一种关系 今天已经很落魄了 钱已经没了 女朋友马上就要飞了 你说的对了老师 女方呢 在被车成为 和她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 内心也产生了一种 所谓的虚荣和动情 这个男人成熟的外表 再加上有钱的身份 赢得了芳心 女生口口声声说 我最讨厌欺骗 乃至于上一段情感 也是因为欺骗而受伤害 所以对此念念不忘 但是为什么没有 在三个月知道 这个车不是男人的 而断然分手 而要维持到一年后的今天 因为我一直都在给她机会 我一直都在等她 让她跟我说实情 但是我们也在思考 在给机会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已经知道 三个月后她所花的钱 那就不是她的了 但是你依然在花着她的钱 没有 当我知道之后 我就 我从来没有主动管她要过钱 三个月后就没有再花她的钱了 来 你来告诉我是这样了 不是这样的 OK 那就很清楚了 女生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听我说完 想找有钱可以是你的标准 但是不要在感情出了问题的时候 把这个一下子推判 一点和钱关系都没有 从你在出差的时候 她给打你电话 后半夜才回 一个这样的小细节就知道 你是一个重视而轻 家庭的人 所以有可能来推测 你也是偏重物质的人 其实本没有错 错就错在你否认她 到现在这个男人 已经无法在金钱上供应你 同时他也没办法轻松爱你的时候 你现在是人才两叔 那么女生 她的钱供应不了 她也无法再给你一个真正自主的爱 那你何必苦苦再去向对方索取呢 所以两个人一拍两散 是最好的结局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男孩你说 每个月都给她零花钱 多了七千少了两千 是到现在都一直会给吗 之前两个多月以前 然后就没给了 两个多月以前 也就是说你给了一年 对 孩子认为说没有是吗 没有的 我当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知道这件事情 她主动给我 就没有再接 而且我自己 我自己的工资 她说她腰不好 我都主动花我自己的钱 去给她买 她说她母亲过生日怎么样 我都花了很多钱去给她 但我内心知道 这个第三个月 我知道实情的时候 我知道她的苦衷 我知道她是真心对我的 我就没有再这样 她给我钱 我都不接受的 但是她虚荣心的希望 我把我包装的 漂亮漂亮领出去 对啊 她给你的包装费 你接了吗 三个月之后 我就没有再接 那你们俩谁在说谎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仔细 我给她她的这个钱 因为她会去我家 我的时候就是 我会说你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吧 我就把那个钱 基本上就会放茶锦上 之前她跟我说过 是跟我讲过 她说我不会再拿这个如何如何的了 我说你去买这个东西 买那个东西 买那个东西吧 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就变个相 她不算拿我钱 只是就是说去买什么东西了 两人共同要用这些东西啊 我自己平时的工资 够我买衣服 够我买包 什么都够了 我如果知道她会给我买 三个月之后她会给我买 我一定不会同意的 我会心疼这钱 我知道这钱肯定来的 这地方是不清不楚 没事 不是那个 不是要给一个什么人 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对对 我们只是想了解事实的脉络而已 对 因为我觉得女孩嘛 谁不想找一条件好点的男朋友 将来跟她结婚啊 你就算是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男朋友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攻击你 对啊 你就把它坦诚地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你不用老找一些那种理由 说她欺骗你怎样怎样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姑娘 你是不是觉得在你的理想当中 有两种男人你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种呢就是特豪气 出手 反正在物质上让你特有安全感 这种男人可能很多姑娘都会喜欢 第二种呢也是现在很多姑娘都喜欢的 就那种暖心大白似的 你跟她的恋爱当中 你一直强调自己受了欺骗受了委屈 但是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男人他有什么感情上的需求 如果想跟他在一起考虑一下他的情感需求 如果你就觉得我绝对做不到 那么我鼓励你姑娘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要比做漂亮的自己更受欢迎一点 我一直仔细地听你们的故事 但是好像没并没有听到类似于我喜欢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是向上的 我喜欢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是体贴的 没有 我们听到的都是车 钱 无可厚非 我们对于另一半的物质条件有要求 这都是可以的 包括你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是有要求 都是可以的 但是女孩有一点很奇怪 你和前男友分手也是因为车 而也是因为车的价格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觉得丢面子了 分手了 好 第二男人恰恰也是因为车出现 你可能觉得他开了一辆宝马 那他就是应该拥有那种实力的男人 也许他出现的那个时间 恰巧是我需要有人来陪伴的那个时间 你自己找到了问题点 你其实并没有准备好真正谈一场恋爱 突然他进来了 还有三个月你已经发现了他的问题 如果在那会儿你可以跟他说不好意思 你在欺骗我 我选择退出 因为这才应了你那句话 我是不接受欺骗的女人 可你没有 你还是在跟他交往 你为的是什么 可能是我太缺乏安全感了 他能给我安全感 他很照顾我 没错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觉得给到你足够的钱 物质生活就是安全感了吗 恰恰相反 本末倒置了 真正的是说 这个人的真心是在你身上 而不是钱花在你的身上 所以女孩 不要把眼睛只盯在物质上 而试图用物质代替爱情 这样你会导很大的美的 这个男孩呢 我丝毫也看不出你有多爱他 你去越付出 越不能收了 为什么 你觉得已经付出了时间 金钱 甚至于很多的心计 你的成本太高了 如果原先只是一句谎话 开着别人的车 说这是我的 原先只是给一些小礼品 可现在不是了 你每个月给个几千块钱 你付出了很多 你的成本越来越多了 你这付水难收了 可你真正的是爱他吗 其实也不忍 真正爱一个人 要心怀坦荡地去爱 让他真正了解你 你让他真正了解你了吗 没有 你始终是在包装着 一个假的面具 但是呢 他了解你吗 不 你了解他吗 其实也不 所以你之间没有谈爱情 只是在进行了 在某一个错误的时间 出现了一个错误的人 然后错误地待了一段时间 今天这个梦该醒了 如果有个男生家境不错 却在你面前装穷 你会原谅他们 我要看到真心是否对我好 有一次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说 我在相亲的表格上 把我本身的年薪 填少了一半 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碰上一个 年薪很高的一个男生 四十多岁 两人在相处之后 他发现那个男生 是没钱 装有钱 后来那个男生也发现了 这个女生是有钱 装没钱 当时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你们俩彼此彼此 半斤八两 他骗了你 你也骗了他 他马上十分反感地说 不我没骗他 他骗我是恶意的骗 我对他是善意的谎言 所以说刹那之间 让我感受到 其实生活当中有一类人 这一类人当中 大概包括你这样的人 就是不是以 事情本身的性质 来衡量他的对错 而是以对方的身份 来衡量事情本身的严重性 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在做着 这种非常矛盾的事情 包括他明明知道 他是养不起你的 他为什么还要置也为之呢 你明明知道 他在撒谎 你为什么不去戳穿他 尽早地去制止 这种所谓的继续犯错 只因为一句话 有钱的滋味真好 所以就继续装吧 我不相信他是不知道 他有到头的那一天 他有置不及的那一天 他知道的 为什么他还卖命地去做事 去借钱 我想他内心 大概是已经形成了 这样的一种方式 因为在负担你的费用的同时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同时 他脸上也有面子 他被这种虚荣所笼罩 你明明知道他养不起 你还不说 你还刷不住车 因为这种感觉真好 一旦要是戳破 这种日子不复存在 你们可能内心都很清楚 我们之间还剩下点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所以就像那几位老师所说 其实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 本身没有错 但追就追嘛 真实一点 就这样 每个人大概心里 都有那么一个爱情和婚姻的梦 我们其实最需要做的是 正视自己 所以有时候你在想 什么是伟大的作品 就是很短小 他讲了一个道理 那么多年来都很好使 为了参加朋友的婚礼 借了一条项链 花了很多年去还那个项链的钱 后来才知道 老板妇人家借给他的珍珠项链 是条假项链 几十年的苦日子白过了 项链的故事 这也不一样吗 是吧姑娘 我曾经在感情空虚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好像一个白马王子到来 他可以填补我的空虚 后来发现 他不是白马王子 他骑的是白马王子的马 穿的是白马王子的衣服 但他不过就是白马王子的一个侍从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他在我身边的时候 至少别人知道我是个公主 那牵马的侍童也是一样的 没关系 只要公主在我身边 那我就是一个王子 后来生活教育了你们 你也不是公主 你也不是王子 回到现实里吧 有爱就在一起 没爱趁早分开 不要再纠缠了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我其实挺珍惜我们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给他做吃的 他喜欢吃什么我都会给他做 就算他我不会做的 我也会尝试着 就算做的不好吃 俩人在一起吃的其实也挺开心的 我希望你能回想一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真的爱你 我其实对一个人的信任只有一次 你失去了 你浪费了 那就是没有了 而且后来你的那个青梅竹马的出现真的让我挺伤心的 我即使知道了事情我还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不知道 我很乱 我需要再想想 不管怎么说 在最后那六十秒里都掏出了一点心里的真东西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 两位请回 请关门 还是那句话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要被物质绑架 这个东西太虚了 下面看看这一队 他们怎么选吧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来 姑娘 要跟她说再见吗 还是去追她 她好面子 谁啊 好面子 不追了 如果真爱就真去追呗 追去吧 别好面子 去吧去吧 快去吧 快 快